美国总统拜登5月6日表示 美国国会必须通过其2.3万亿美元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计划 拜登表示这是重建美国的蓝领蓝图 它将为我们的经济注入一剂强心剂 让货物流通 让工人回返岗位 这项庞大的计划不仅是为了整修危险的桥梁和道路 还将能巩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领导地位 他还指出 将公司税率提高到25%至28% 将能为急需提升的基础设施提供资金 这表明他愿意接受的税率可能比他寻求共和党支持的税率要低 然而 共和党并不赞同通过上调公司税来为基础设施筹集资金 共和党领袖将于下周与拜登进行协商 世界高等教育研究机构QS发布了最新美国大学排名榜单 斯立大学领袍本次榜单前20名 其中 哈佛大学 斯坦福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位列前三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全美公立大学中排名榜首 全美所有大学中排名第四 基本和去年排名持平 该排名主要依据包括雇主生育 校友产出 毕业十年后薪酬 男女收入差 教员性别多样性 学生种族多样性 国际学生占比 学术生育 论文引用率等指标 在2021年美国大学排名中 QS将十年后的薪酬这一指标的权重 从去年的7%降至4.5% 近日 美国国土安全部再度将要求旅客 必须持有Real ID才可以登记的执行时间 从原定的2021年10月延长至2023年5月3日 截至目前 加州有超过1000万人已经获得Real ID 虽然联邦的执行时限被再次延长 但加州DMV鼓励民众尽快提出申请 DMV建议民众到DMV办公室申请之前 先通过realid.dmv.ca.gov网站填写申请表 并上传所需的文件 当地时间7日晚间 尼泊尔文化旅游与民航部发表新闻公报 要求媒体采用官方消息源 不要发表关于珠峰等地区被疫情波及的不实报道 公报称 尼泊尔旅游局在每支登山团队都设立了联络官 他们向各支队伍的领队了解情况 并且对现场进行了考察 确认截至到目前 每支登山团队中并没有出现媒体报道的健康危机 2021年尼泊尔春季登山季来自79个国家的86支队伍中 745位登山者获得了不同山峰的攀登许可 必须持有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报告 才能申请尼泊尔旅游局的登山许可证 目前所有团队在包括珠峰在内的雪山地区 尽力按照卫生防疫要求进行各项登山的准备工作 同时组织拉链 7日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塞德宣布 将中国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 研发的新冠疫苗列入紧急使用清单 世卫组织免疫战略咨询专家组主席 亚利杭德罗·科拉维托表示 通过全面评估中国国药新冠疫苗的相关信息 专家组认为有足够证据证明该疫苗的安全性 以及其预防重症的能力 有效率达79% 国药疫苗适用于18岁以上人群 虽然60岁以上人口的相关数据较少 但没有理由认为国药疫苗在该群体上会表现不同 根据世卫组织发布的临时建议 18岁以上成人可接种两剂国药疫苗 间隔时间为3至4周 世卫组织不建议为国药疫苗设定接种年龄上限 初步数据显示 该疫苗可能对老年人也有保护作用 首届中国销博会将于5月7日至10日在海南海口举办 这是中国首个以消费精品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 据了解 目前有来自69个国家和地区的650多家企业参展 参展品牌超过1300个 瑞士是博览会的唯一贵宾 由于瑞士是一个以钟表著称的国家 因此在5号展馆的展厅中建立了3D打印机 人们可以在选择想要的设计后对模型表进行造型 增强现实技术还被应用在特殊的镜子上 人们可以根据上面显示的视觉效果来选择化妆品 此外 为消费者提供了数字人民币支付服务 以改善人们的免税购物体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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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3D打印机